本期视频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如何自己来汉化Final的插件和模板 本期视频中所介绍的汉化插件和模板的方法 仅限于可以用Motion打开的这种插件 一些第三方的带加密的插件 和第三方工具软件的汉化方法不在本期视频的内容之中 为了汉化插件和模板使用了四个工具 除了Motion是收费软件之外 文本编辑工具是系统自带的 另外两个也是开源免费的工具 很多朋友发私信来说自己的英文不好 吓到的很多国外的插件 包括一些up主分享的免费的模板都是英文的 希望学习一下如何自己来汉化这些插件和模板 所以我请了一位身边经常汉化插件和模板的一位剪辑师朋友 就是我们粉丝群里的一个隐藏在影视圈的卡车司机 请他在直播中和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自己汉化插件和模板 包括如何批量的汉化和一些经常遇到的问题 过程中大家问的问题比较多 所以内容比较长 大概有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内容比较分散 只好由我来总结一下再分享给大家 我们先来看汉化Final插件和模板最简单的方法 不论是我们在网上下载的 还是我们自己制作的Final插件和模板 默认的安装位置都是在我们自己的用户下 影片文件夹中有一个专门的Motion模板文件夹 在里面分门别类的存放着视频率预径 转场 文字发声器 这几种插件或者模板的汉化方法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在Final中选择插件或者模板 然后右键选择在Motion中打开 如果可以在Motion中打开并且进行编辑 那么就是可以直接来汉化的 如果弹出各种提示 不论是无法在Motion中打开 还是在Motion中打开之后不能修改 不能再次保存 那么这类插件一般都是带版权保护的 汉化或者破解起来会非常麻烦 不在这次视频的讨论范围内 一旦可以在Motion中打开 我们就在Motion中选择项目面板 找到发布项这些内容 在Motion中所有发布出的这些参数 都是可以在Final的检查器中显示的可调节参数 我们只要在这里面把各个参数项 依次的修改为中文再保存 Final中的对应参数就已经完成了汉化 如果你是第一次做汉化 建议大家在Motion中修改完之后 不要直接保存 而是点击另存为 这样即使你翻译错了 翻译乱了 你也仍然还有一份完整的英文的插件 或者模板还可以继续使用 或者再次翻译 确认没有问题之后 保留一份就可以了 使用Motion就是最简单直观的翻译方法 下面我们来看如何的批量翻译 以这一组文字标题模板为例 一套有50个不同的标题效果组成 虽然效果有50个 但是它们检查器中的参数几乎都是一致的 如果使用Motion一个一个的翻译 我们需要去Motion中逐项逐项的翻译完这50遍 我们先来看批量翻译的原理是什么 首先我们去硬盘上找到这个插件 可以从这个文件的后制名看到 它其实就是一个Motion的工程文件 选择使用系统自带的文本编辑器打开 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 如果大家有编程基础的话 可以看到这其实就是脚本语言 如果大家没有编程基础也没关系 你就把它当作是markdown文档一样也就可以了 找到这一组标题的名字 这一组标题框之间的这部分 每一行都对应着检查器中的一个标题栏 前面的这些参数我们不需要去管它 最后的name这一项 指的就是这一栏标题显示出的标题名称是什么 我们在这里如果手动的把这个标题的英文名称 改成中文再保存一下这个文本文档 再回去final检查一下 它其实也完成了汉化 既然在文本模式下 可以直接找到对应的标题文字 并且把它翻译或者替换成中文 那我们就可以找一个可以批量修改文档内容的工具 来完成批量汉化 这里面我们推荐的是这个工具 它是一个免费的第三方插件 大家可以直接去网上搜索这个名字 自行下载就可以了 我们先到硬盘上 就是你的影片目录里面 找到你需要翻译的这一组插件或者模板 选中这一集文件夹之后 点击窗口右上角的系统自带的搜索栏 搜索一下motion的文件后缀名 这样它就会列出当前文件夹下所有的模板文件 我们把它们选中 拖到这个批量修改文本的工具中就可以了 如果你不习惯这样搜索 手动的一个一个把它们找出来 并且拖进去也可以 然后用文本工具打开其中一个模板 找到我们需要搜索的内容 比如说我们批量的把build in这一项改成构件出现 我们就把这一段复制到查找框中 然后在下面输入翻译完的字段 点击右下角查找并替换 完成之后会有一个反馈结果 这里显示找到了49项 我们刚刚不是明明选择了50项吗 为什么这里只找到了49个呢 因为有一个我们刚才在手动演示的时候 已经翻译替换完了 没有问题的话 在这里点击确认就行了 然后我们再回到final中确认一下 我们选中的这50个模板 它们的检查器中的第一项参数 build in这一项已经全部变成了构件出现 用这样的方法 就可以把相似的同一组的插件或者模板 批量的完成焊化 虽然是批量焊化 但是参数还是要一项一项的焊化的 只不过是可以同时完成很多插件的 同一参数的批量焊化 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 刚才提到的另一个工具的使用 我们一般从网上下载到的插件或者模板 常见的安装方法和类型有三种 具体大家可以看我之前 专门发过一期教大家安装各种常见插件的方法 如果大家对插件的安装有困惑 可以去看我之前的那期视频 这里面我们要说的是 是这种我们下载之后打开 是一个安装包的这种插件或者模板 这种安装的模板 一般会安装在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安装完之后 只能你这个用户使用 安装到你自己的用户下 影片文件夹下 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Motion的插件模板文件夹 如果安装的是这里 那么安装完之后 焊化的方法和我们刚才介绍的是一样的 还有一种情况 可以选择安装给本机的所有用户 如果安装的时候没有看到这个选项 那么默认本机上的所有用户都可以使用 这个时候他就没有把插件安装到我们常规的插件目录 而是为了安装简单方便 把插件或者模板直接安装到了系统级别目录下的资源库里面的插件目录 或者模板目录 这也是为什么好多人安装完这样的插件之后 想删除的时候却找不到它 或者删不干净的原因 对于这样安装的插件 你需要去找到它实际的安装目录 然后再来焊化它 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你不要这样安装它 选择这个安装包 然后使用我们的这个拆包工具 可以把安装包内的文件解开之后 直接能看到安装包内的所有文件目录结构 在这里面我们选择它的插件目录 然后手动的把它复制出来 安装到我们正常的安装目录位置去 然后再像我们刚才的操作一样 完成焊化就可以了 这个拆包文件同样也是免费开源的 大家按这个名字去网上搜索下载就可以了 焊化之后的插件 不论是检查器中的参数 还是目录和名称都变成了中文的 确实找起来或者搜索的时候都会方便一些 我一直不推荐大家自己去做插件和模板的焊化 一方面是因为新手朋友如果操作不当 还是有可能会把插件或者模板改乱的 另外我这个人比较懒 能对付用的我就去对付用了 我懒得去一项一项的逐项焊化翻译它 如果大家对焊化插件 模板包括苹果系统下的其他软件的焊化 还有疑问可以去at一个隐藏在影视圈的卡车司机 这位朋友 另外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 是因为他真的有一辆卡车 同时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剪辑师 我是一个隐藏影视圈的卡车司机 好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内容对你有帮助 记得投币点赞转发 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们